神魔 三个怪兽不喜欢 攻击 哈哈 我不喜欢它们 怎么 怎么了 你们又到了回来 咱们 发生了什么事 啊 我是贝莉亚 我们三个给你带来了玩具 你怎么攻击我们呢 神魔 有玩具 那我就不攻击玩具了 但是我还是要攻击怪兽 哈哈 不讲武德 哈哈 和你们怪兽不需要讲武德 现在我们打开玩 哇 这里面也是一个蛋糕糖果 还有一些弹跳人玩具 看 这个蛋糕可真漂亮呀 还是四层们呢 每一层都是不同的糖果 应该很好吃 哈哈 留下来的小泽和的妹妹吃吧 现在我们玩弹跳人 看 把它们的脑袋按下去 它们就可以弹起来 可以弹跳得非常高 还可以发光呢 看 发出亮光更漂亮 非常好玩 如果在过年的时候玩更有意思 现在我们打开第二个箱子 这是一个马桶和一个睡熊熊玩具 我先玩这个睡熊熊 嗨 只要我们放进嘴巴里使劲的水 熊熊就可以飞起来 哇 真的是很不错 它可以在半空中悬浮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马桶 不知道它怎么玩 打开盖子 哇 原来它是一个喷射马桶 可以喷出水来 啊 真有意思 我喜欢 看 可以喷射得很远 像一把水箱一样 哈哈 这个玩具 我蜘蛛侠喜欢 现在我们打开第三个 哇 这有一个手表 还有一个伸缩悬头 我们先玩这个伸缩悬头 让它攻击弹跳人 看 它可以伸缩得很少 但是非常难瞄准 因为我老是左右摇摆 啊 我打了好几次都打不准 但是我没有放弃 我要把这些弹跳人 全都攻击到 哈哈 都被我打倒了 这个玩具也很好玩 现在我们玩这个奥特曼的变形书表 看 上面有一个奥特曼 我们现在给它变形 简单的几步就可以把表带 变成奥特曼的四肢 看 现在变形成功了 打开这里 里面可以显示时间 可能是没电池了 所以没有显示 我们按这里 还可以播放奥特曼图片的幻灯片 非常好看 今天就玩到这里 小朋友们 再见 嘿 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带来了拼装小别墅 这是妹妹的过家家玩具 现在我们就给它拼装 小朋友们 小子和妹妹今天玩过家家玩具屋 他们现在要先把这个大别墅拼装好 哇 不错哟 现在拼的是底层框架 之后把一楼的墙壁和柱子安装好 接着拼装二楼就可以了 小朋友们 我现在终于拿进的差不多了 哇 别墅拼装好了 现在给房间摆放各种家具用品 这个别墅很大 房间很多 卧室 客厅 洗手间 大阳台 什么都有 对了 还有一个滑滑梯呢 现在放上过家家的小娃娃 小朋友们 我们安装玩了 小朋友们好 这里是我们的卧室 很漂亮吧 这里是阳台 我们可以在这里晒太阳 吃零食 看 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大滑滑梯 很不错吧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房间和娃娃 都很好玩的 小朋友们 今天就玩到这里 再见 赛文 快醒醒 今天奥特厨房是你值班 快起来吧 没事 今天没人来吃饭 让我多睡一会儿 这个赛文 怎么还在睡 今天超人要来做客啊 赛文 快醒醒 蜘蛛侠今天要来奥特厨房做客 你是不是忘记了 糟了 我还真忘了 现在赶快去 大家好 我是超人 我来吃饭啊 怎么 好像没人 真的没人 也没有食材 奥特曼们居然忘记了 我要来做客吃饭 看起来 我只能赶吃大米饭和红辣椒了 超人 你来得好快啊 我和左飞刚买完菜回来 是的 我们买了美味新鲜的海螃蟹 你肯定喜欢吃 哦 真的吗 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忘了呢 你可是我们的贵客 我们怎么会忘记你呢 你快去坐一会 等一下我就能把螃蟹炒好的 好吧 那我就边坐边等了 左飞 我太饿了 我能先喝点旺旺牛奶吧 当然可以 赛文快炒菜啊 好的 起锅烧油 放入小料炒香 之后放入红辣椒段 不停翻炒 辣味炒出来后就放入螃蟹 继续不停地翻炒 让小料的香味和辣椒的味道 融入进螃蟹 差不多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它本身就很咸 所以就不用放眼了 现在装盘 哎呦 不错哦 上桌 超人 赶紧吃吧 这螃蟹金黄灿烂 色泽饱满 肯定很好吃的 好的 那我就开动了 小朋友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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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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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掏它的窝 现在我们打开玩具 安装一下 嘿 五颜六色的 还真好看 现在开始安装 现在把这些花花绿绿的木桩放进这里 一会儿老鼠就会在这里睡觉 我们就把它倒下来 嘿嘿 最后放上贪吃老鼠 大家好 我是贪吃老鼠 我才不怕蜘蛛侠呢 来捣乱呢 这里还有彩色木桩转盘和长树叶 我们如果是多人玩 可以通过转盘来决定 捣什么颜色的木桩 捣的时候就用这两个长树枝 不过现在就我自己玩 我就随便捣了 只要能把老鼠捣下来就行 放马过来吧 好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倒木桩 让老鼠下来 看它能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就来气 嘿 这木桩还真有点意思 不会往下擦 我还不信了 这下塌了一点 再继续倒 一定让老鼠下来 看就是这样玩的 我们再玩一次 小朋友们 这个一只玩具猛的一看是很简单的 但是没有想到 木桩并不是这么容易倒他的 倒木桩的时候还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不然它是不会他的 小朋友们 这个一只玩具不错吧 再见 小车配大车猛卡不变 新兰法 小朋友们好 今天我又带来了战锤兽神玩具 是的 小朋友们 小则今天又带来了 能变形成四种不同形态的战锤兽神机甲玩具 它不但可以变形 还可以发射猿猪哦 现在我们就打开玩 现在玩具我们都拿出来了 这个是战锤兽神 这个是猿猪发射器 这个是战锤金刚 这是武器魔剑 它也是猿猪发射器 这是毒兽巨蟹的尾巴 也是它的武器 哪里 现在我们发射猿猿丸 现在我们把战锤兽神 变成猿猿形态 Woo 现在我们用猿猪发射 厉害 现在我们用宝简刷射器 弹射猿猿猿 Woo 现在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 我们把战锤兽神 放在机甲的胸部 现在合上胸甲 I3武器 看 现在战独兽非常霸气 小朋友们好 我的宝剑武器还可以变成飞甲飞翼 蝎子尾巴也可以变成我的武器 只要把它们互换就可以了 看 我的攻击力和防护力更强了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毒兽御蝎和双魂龙兽 现在我们把武器拿下来 把背部打开 把战锤金刚也拿出来 按压这里飞离身体 我们又把上半身变成毒兽巨蝎 下半身变成双魂龙兽 小朋友们 战锤兽神的身体部分 可以变形成两个不同形态的兽型玩具 上半部分可以变成毒兽巨蝎 下半部分可以变成双魂龙兽 而且它们还可以合体成双兽战车 真的是非常好玩 毒兽巨蝎变形完毕 现在我们变双魂龙兽 小朋友们 机甲玩具的变形操作简单 变形逼真 只需要简单的几个步骤 就可以变形成形态夸张好玩的兽型机甲玩具 可玩性真的是非常高 你也要来玩吗 很好玩呢 双魂龙兽变形完毕 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要合体成双兽战车 合体 双兽战车变形完毕 小朋友们今天就玩到这里 再见 哥斯拉王 我贝利亚要去山洞睡觉了 你给我站好岗 防止奥特曼来偷袭 好的老大 你安心的去睡吧 躺在软软的树叶上 可真舒服呀 哎呀 小朋友们 当想怪兽可真不容易 要天天站岗啊 赛文哥哥 我们走了这么久 也没找到怪兽 到底一只山谷里 有没有怪兽呀 我们再往上面爬一爬 前面好像有房子 说不定就会有怪兽的煽动的 好的 那我们继续往上爬 哇 上面还真有房子 是的 肯定有怪兽数目 赛文哥哥 那好像是哥斯拉王呀 没错 我们下去攻击他 哥斯拉王 好久不见呀 不好 是泰罗奥特曼 攻击他 小朋友们 该我赛文奥特曼束手了 哥斯拉王 没想到我赛文来了吧 贝利亚老大 快来救我 奥特曼来了 不好 有情况 我要熟悉看看 打开石门 算完之后 贝利亚也在这里 太罗 是不是害怕我 我才不怕你呢 我们今天就是来消灭你的 哈哈 真的吗 口气不小 没错 我们今天一定要打败你 攻击 哈哈 谁攻击谁 还不知道呢 什么 太罗 没想到我也在这里吧 赛文哥哥 你快走 我没有能量了 糟糕 我们上当了 哈哈 奥特曼中了我们的喧套 赛文现在不狂了吧 哈哈 把他们关进山洞 用石门封印起来 小朋友们 快给我们点点红星 这样奥特之父就会来救我们的 关闭石门 再见